到了19世纪60年代 也就是美国内战结束后 当时的美国和英国都发现 自己手上握有大量的 仍旧完好但已经过时的前堂枪 美国人主要是 0.58口径的斯普林菲尔德步枪 而英国人则是 0.557口径的 P53N菲尔德步枪 美国内战时期还流行的纸包弹 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金属弹药 最经济和即时的解决方案 是将现有的前堂枪改装为后堂枪 但依旧使用原来的枪管 枪击和枪托 这正是美国 英国和其他几个欧洲国家想要做的 全球的军事机构 都在争销寻找一种现代化的后装武器 美国把存量最多的M1861及其变种 改造为火板门后堂枪 提高了摄速和改变了装填方式 美国发明家雅各布什奈德 创造了一种后堂装填模块结构 是一种带有角链的侧摆式闭锁器 英国存量最多的是 N-Fair的P53及其变种 采用了美国人雅各布什奈德 发明的后堂装填模块 与包括色上校设计的 中心发火金属弹药一起 将N-Fair的P53改装成后填填装的 采乃德N-Fair的步枪 口径并未改变 还是P53的.577英寸 有效射程550米 最大射程1800米 在实验中 采乃德N-Fair的改进的步枪 比原版的N-Fair的P53更加精准 而且射击速度更快 同一个士兵 使用后堂填装的 施乃德N-Fair的 可以做到10发每分钟 但是使用原版的P53 只能做到3发每分钟 从1866年开始 N-Fair的步枪 在伦敦皇室小型武器厂 开始大量改装 分别标记为 Mk1、Mk2和Mk3 它们之间最显著的区别 在于B锁系统 Mk1和Mk2的B锁系统 由简单的卡簧 和在6点钟位置锁定的脚链组成 但保留了原来的铁质枪管 枪托 枪击 和机锤 在1869年 全新的士兰德N-Fair的Mk3开始生产 枪管由原来的铁质改为钢质 通常标有死地有标志 机锤也被改变为扁平头 原来的卡簧和脚链改进为 带有卡榫的B锁螺栓 士兰德N-Fair的采用一种新型的金属弹 中心发火由鲍克斯上校发明 名为鲍克斯弹药 后膛模块内 有一根斜向下的倾斜机针 由装在前端枪机上的机锤敲击 使用时 先将机锤向后搬动 然后通过左侧的枪机杆 将后膛模块从枪机中向右翻转 由于没有抛壳的弹力装置 因此射手会将步枪向右倾斜 使弹壳掉落出来 士兰德步枪首次在1868年4月10日的 埃塞俄比亚的麦格德拉战役证 与英属印度军队一起参战 对抗埃塞俄比亚的军队 只有第四兵团就发射了十万多发子弹 可见射速之快 斯耐德恩菲尔德步枪在整个英国帝国范围内服役 包括印度 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加拿大 直到1874年开始逐步被马蒂尼亨利步枪所取代 英国印度军队直到19世纪末还在使用斯耐德 当然主要原因是 1857年由于猪油问题 印度起义后 英国将印度军队的装备保持在比英国部队落后一代的水平 那么由米尼弹恩菲尔德P53改进而来的斯耐德恩菲尔德 是否还是米尼弹步枪呢 斯耐德步枪的弹头由纯铅制成 重31.1克 由黄铜制作的弹壳填装黑火药 为了减少弹头的重量和控制重心的位置 铅弹底部依旧保留了空枪 用泥土或者木料做成的筛子 先浸泡在米辣中 然后装填在弹头的后枪 再射击时会使子弹膨胀 斯耐德步枪的描具最为人诟病 标词上的V字缺口下端过于尖锐 瞄准的时候不易观察 所以有些士兵把V字的下端磨平一点 这样就能很快找到瞄准的准确位置